好,剛剛我們有看到 我影片裡面這邊有一個 不同層級的最佳化實例 那這邊有一個叫optimize.c的 c原檔案 那我們經過這些指令之後 你會發現它 產生不同的 組合原檔 那這不同的組合原檔 其中這個O0的部分是沒有最佳化的 O3的部分是有最佳化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不同點 所以呢,我現在先切換到 切換到層次的資料講 那我們 這裡其實它有輸出了 不過我先把它刪除掉 這樣比較乾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佳化的程式 我如果直接打GCC 這樣子的話是不會破的 因為這個沒有組成式 沒有組成式 所以它沒有辦法連接正確 所以呢,我們要加一個 C參數 就是只要編譯 不要... 不要連接 那這樣子的話呢 OK是可以輸出目的檔 但是我們現在要的不是輸出目的檔 我們現在要的是 讓它輸出組合原檔 就是讓它輸出組合原檔 所以我們可以加上S參數 然後呢,讓它輸出到組合原檔 好,所以就輸出到optimize.s 那你可以VIR看一下 OK,有optimize.s出來 那這裡我們可以選擇 它的參數上面 我們可以選擇說 我到底要不要做最佳化 如果我加上O0 O0代表說 我不要做最佳化的意思 就是第0層的最佳化 就是不要做 那我加上O0的結果呢 我們就把它輸出到O0 我加上O3的結果 就是代表我要做最高級的最佳化 因為它只有三個最佳化 好,那最高級的最佳化 沒錯 所以你這時候你就看到 有兩個不同層級的最佳化 O等組合原檔 那我們把它打開再一下 好,這兩個不同層級的組合原檔 最佳化的部分 好,你可以看到O0的長度 總共有20行 而且真正的層次碼 是從第六行才開始 所以其實它總共應該有15行 但是呢,這個O3的部分呢 你看 它真正的層次碼部分 只有從7到11 也就是7、8、9、11總共5行 所以這個有15行 這個有5行 差了3倍 那為什麼會差3倍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層次就知道了 這個層次呢 同樣的A加D做了兩次 所以就變不雜 那它最後要傳回的是C加D 事實上就是A加D加A加D 但是呢 這個動作其實可以比較簡單的做完 那甚至因為 因為A和D的值都是常數 所以直接把常數帶進去 最後傳回一個常數就可以了 那所以根本就沒必要 最後這個層次呢 只需要傳回14 就夠了 所以這一個O3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 直接把14塞進去傳回的佔存機 叫ES裡面 然後就傳回去C加D 但是O3的部分呢 它做了很 就老老實實的做 你誰加誰 我就做誰加誰 所以它就相對的 做了比較複雜的工作 那建議各位 直接根據課本的這一個 辦立法研究 去做一下同樣的動作 自己操作一遍 你會比較清楚 到你對焦的話 才做成 辦立8.9 我看一下在課本第幾頁 辦立8.9 在課本第八章的最後一頁 八字二十八頁 八字二十八頁 那稍微執行一下 照它的方式執行一下 你會比較了解 它到底在 最佳話到底在講什麼 那先看一下這一個 實際操作一下